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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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不知道时间啊 这才回来完了 要说 这事也不能全怪我 要批评也得批评你 谁让你那么小气 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篇就不行 你这个人真无赖 我还没说你 你倒先倒打一耙吧 算了 我也不和你说了 话说三遍淡如水 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 我自己都觉得我贫了 我再最后说一遍啊 团长同志 你应该随时地和你的部队在一起 而不应该单独行动 这叫无阻止无纪律 别说了 老弟啊 你看老哥多想了你 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 你少来这一套 想在这碗堵嘴啊 话我还是要说 我知道了 以后我要是再出去 我叫他娘子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 去找师长请假 行了吧 好心当成驴班费 吃不吃 我还不给了呢 站住 把烧鸡放下 老子提心尿胆一天了 你小子 你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这就对了 老赵啊 咱俩喝几杯 和尚 还不把你穿的酒拿出来 我都看见了 你偷着穿了两瓶分酒 还有一个整支的烧鸡 你想多吞咋的 你个花和尚 哪能啊 俺哪敢独吞呢 嘿嘿嘿 起床 你能不能享受阿鲁 阿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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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高一点的话 就会少少钱 将军 我失望了 李文雷和宗洋人 我疼痛 最悪人 我和周氏名殿 聯絡 通託していた 平田一郎 但他 知的 塩土一致 中断させていましたが 突然 周氏名殿 聯絡 聯絡 我不是責任你 這次我會看到我的眼睛 非常好 山本君 你想聽我這個人的照片嗎 說話 我认识到我认识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到我认识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到我认识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到我认识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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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打呀 怎么不打了 团长 俺俩正切磋拳脚呢 断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团长 这华河上最不是东西了 俺来第一天 他就老想欺负俺 那你就让他欺负 揍他 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 你断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 你就活该挨揍 团长 这可是你说的 揍他不算犯纪律 没错 是我说的 全团揍谁都不行 唯独揍他不犯纪律 你们俩可以继续打 我批准的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谁伤了谁没本事 活该 是 谁伤了谁活该 老兄 找个地方继续招活去 乐意奉陪 不怕 我批准你 你打死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团总 好消息 鬼子退兵了 不退兵才是怪事 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团总 莫非你胸有成竹 或是早有消息 没有 要是有消息 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我刚刚记到前阴阵地送来的报告 说 与我们对峙的黄锡金三团 已于昨天一礼 全部撤走 原因不明 二营请是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十公里 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可以 推进二十公里也无妨 我团依托大孤山鱼脉之有力地形 已经加强了防御纵身 进可攻 退可守 至于两亿的安全 东边 那就更可以高涨无忧了 东边是吕云龙部的根据地 西边是新二团孔节的游击区 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地安全 团主 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 还有所担心呢 担心 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是这样 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 此人轨迹多端 城府极深 抗战之前 他与国军打了十年 双方机怨甚深 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 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 李家镇兵面 林龙名为帮忙 实为趁火打劫 前波军部下的武器装备 全部落入他的手中 拒不归还 据情报说 他拿这些武器装备 招兵买马 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 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你说的没错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和共产党之间 早晚都要兵戎相见 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 还不是时候 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 产生的任何摩擦 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 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 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要重申一点就是 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点我同意 可是把我团两级的安全 寄托在拔路身上 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对拔路军 你不应该尽而远之 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 去接近他们 熟悉他们 得出自己的判断 一旦得到判断 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 他们和我们一样 也是一群 有着信仰的爱国者 所不同的是 他们的信仰 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这是两种文化之争 永远不可调和 但我们和共产党 也有共同的观点 这就是 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国家主权 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所以我相信他们 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有道理 团座 您显然是舒服了我 可是 那一营的装备 算了 算是 还给李农一个人情吧 反正这批武器 也都是用于抗日 放在李农那里 可能效果还会大点 他们也不容易啊 粮食弹药 不得靠自己解决 军政部 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 也够难媚他们的 也只好这样了 我再珍州一下 给二战区展官部 写份战报 多保卸战斗此时吧 团总 我上前沿去看看 去吧 催促他们 在新阵地上 加强防御攻势 要快 是 团总 您还没有告诉我 是什么原因 使敌人放弃了 这次清香活动 原因很简单 因为 准备参加这次 清香行动的日委军官 都被干掉了 都死了 都死了 什么人干的 我和李云龙 我和李云龙 报告团长 上海战士渔东湖 正在之前潜伏了我 去试试 房上看得清楚吗 没问题 我可以清楚地看见 村口的名哨 你们的潜伏哨 经常变换位置吗 每天都变 由照正我安排 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 得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一定不要答应 潜伏哨 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 责任重大 明白吗 明白 潜伏 归位吧 是 潜伏 注意警戒 是 谁 是啊 团长 秀琴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 在等你 有事吗 有事 那就说嘛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就这事啊 你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一天见不着你 这心里就空落落的 干啥忘啥 团长 你说这咋办呢 秀琴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现在是在打仗 我就是再喜欢你 这事也得放一放 那为啥 喜欢你就取俺呗 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 我喜欢谁就非取谁啊 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 我也把她取回来 这行吗 张大娘有男人 那当然不成了 何俺没有 你取俺成啊 还行 秀琴 我这是打个比方 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 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 那你就等等 等抗战胜利了 我一定娶你 我保证 阿婆 到那时候 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 你该挑花眼了 看不上 哎呦 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 别人谁稀罕 啊 要是真这样 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团长 你骗人 你有过女人 你还说 你跟你相好的 在打鼓场的草垛上 还亲过嘴呢 我 你亲口说的 我啥时候说过 哦 我想起来了 那不是 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 吹牛的事你也当真啊 舅琴 我可要批评你了啊 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不是俺偷听 俺正在纳鞋底 你就讲开了 俺想不听都不成 站住 朱干事啊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刚才正为让移动一下少尉 再来 加强警戒啊 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牌了 放心吧 直转事 回去吧 团长 你跟你相好的事 俺不在乎 真不在乎 反正都过去了 现在你没有女人 俺当你女人 俺不拖累你 绝不会耽误你工作 不会拖你后腿的 你忙活一天累了 俺给你捶腿 俺给你洗脚 俺给你暖被窝 修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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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慢慢说行不行 我脑子笨 我反应不过来 我这晕晕乎乎的 我跟做梦似的 你慢慢说 你慢慢说 你让我理理脑子 咱们一条一条来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捶腿 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 我捶什么腿呀 地主老财才让丫头捶腿 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 我怎么能养丫头捶腿呢 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 那都不用 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 我讨戏就着了 我洗脚干啥呀 还有你给我暖被窝 那就更不像话了 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 那是男人的事啊 那你给安暖被窝 团长 你同意了 小琴 你现在都没弄明白 我跟你讨论的 不是暖被窝的问题 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 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 是关于这 你现在把我弄糊涂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多简单的事 有什么弄不明白的 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 抗战不胜利 你就不娶媳妇了 要俺说呀 你更应该娶俺 俺给你生儿子 让儿子也打日本 日本人还不走 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小琴 小琴 谁啊 团长 是我 保卫干事朱子明 朱子明 你来干什么 我去村口查哨 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朱干事 辛苦了 你也管茶哨 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是这样的 前前天我养伤 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 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这样 那你回去睡吧 我刚从少饼那儿回来 那里没什么情况 去吧 那行 团长 秀琴 你们接着聊 我回去了 走 这个朱子明啊 自从扶伤之后 性子都变了 变得婆婆妈妈的 见了谁都客气 好像欠了大伙似的 这小子 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 脾气不好 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 几句话 说不好 动手就打起来了 因为这事我还批评过他 团长 别说他了 还说咱俩的事吧 咱俩 咱成了咱俩了 你小声点啊 这要传出去 影响多不好啊 就说刚才吧 咱们俩规规矩规矩的 在这站着 这朱子明下 窜出来了 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啊 那有啥问题 啥问题 这黑灯下火的 一男一女 往这一站干啥呢 这小子回去一传 说团长借茶寿为名搞对象 把全团战士会杂想 连咱赵政伟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 我李云龙怎么那么特殊呢 俺不怕 他们爱说啥说啥 传出去更好 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跟团长搞对象 修琴哪 我说句实话 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 我要说不知道啊 那我是装傻的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就说在老家 我这孩子都 都十多岁了 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 谁不想身边有一个 知冷知热的女人 再说了 你是咱赵家喻 醉俊的姑娘了 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 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 那真是上辈子极得呀 团长 你真这么觉得 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当然了 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那你渠儿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 你也知道 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你这个大男人 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 那俺就找一个 能做你主的人 修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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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听我说呀 你别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郑伟 秀琴啊 来来来 快来坐 坐吧 郑伟 您坐 站着就行 秀琴啊 别拘束 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 请慢点 是来谈工作的吧 说吧 要我们做什么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 我 那 今天怎么了 秀琴 听事工作起来挺破辣的 今天怎么这么腼腆 有话就说 别到当外人 郑伟 你比俺大几岁 俺能叫你大哥吗 可以啊 我与你这么大妹子呀 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那赵大哥 俺父母死得早 就一个哥 也在俺八路居 俺身边啊 没啥亲人了 俺想请你 把俺做个主 做主 做什么主啊 你别蹲蹲土土的 说嘛 郑伟 俺要嫁人了 要出嫁了 好事啊 南方这哪儿的 哪个村的 是李团长 什么 李团长 李云龙 来 秀琴 你再说一遍 是李团长 他喜欢啊 俺也乐意 俺俩说好了 这乱叹气 这么大的事居然我都不知道 李云龙啊 你干得漂亮啊你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赵大哥 俺跟李团长搞对象 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 你怎么不高兴呢 我没不高兴啊 李团长搞对象啊 也不违反纪律 我这说啊 这老李这家伙呀 这一不留神 就来个意想不到 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 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时间不长 他说了要娶你吗 他说了 他说像他这岁数 在他老家 孩子都十多岁了 急不可待了 我说的这这么怎么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闹了半天啊 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 李云龙 李云龙 你行啊你 郑伟 你好像 不同意俩好 秀琴啊 你可别误会啊 老李要结婚 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 我这说啊 这一家伙把这事 瞒得个死死的 我都不告诉 太不像话了 对了 秀琴 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 还有什么事 要我为你做主的 团长说 啥书抗战胜利 他啥书取暗 这抗战 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 那俺俩的婚事 还得等十年八年 他真是这么说的 明白了 你说吧 要我为你做什么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 让团长 现在就去俺 团长身边啊 需要个女人 这样 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照顾他生活 省得别人说闲话 好吧 我去找他谈谈 俺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 哥哥们儿条件呢 也符合结婚的标准 只是我还不清楚 他这随便说说呢 还是迫不及待 秀琴 要是他不同意 马上结婚 那怎么办呢 他不同意 当初的龙俺干啥 反正 俺活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 俺这辈子 非他不嫁 什么 这李云龙 对你动手动脚了 那是 自愿的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 也有今天 我找他去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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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政委 出去 我跟小郑话说 出去 老赵 什么事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 你说 你对任秀琴都干什么了 你要是不说啊 我今天和你没完 天地良心啊 我什么也没干 没干什么 不对吧 你 摟我人家没有 这事都有 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这不就得了吗 人都让你搂了 你还想干什么呀 我还听说呀 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 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 你也不理人家了 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 人家秀琴啊 到我这儿告状来了 你要不愿意 就别搂人家 秀琴说了 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你看着办吧 谁让你跟人家 姑娘动手动脚的 有这么严重啊 这回可讹上了 老赵 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 老赵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这回火可闯大了 我说你呀 也该娶个媳妇了 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的 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 你腿子一个呀 你说秀琴 她哪点配不上你呀 我看你呀 你别装算了 我还不知道你吗 表面装正经 可心里面 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 是不是 你你别扯了 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不对吧 你可是到处吹牛啊 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 和你的相好了亲过嘴 还说当初提心说没的 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哎呀 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你还吹啊 你当你是新闻庆啊 你要再睡的话 这事我不管了 哎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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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 逗兄弟们穷开心吗 哪知道这么复杂呀 哎 你说秀琴哪儿咋办呢 好吧 简单得很 结婚 哎老赵啊 你别拿我开心了 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 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 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 弟兄们生在一起生 死在一起死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要娶媳妇 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 要不然一起当和尚 我李英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原来你是这么小的啊 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 就这么点觉悟啊 你当你是良尚好汉的 就算是良尚好汉 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 鲁志深 武松 就是光棍 同志之间患难与共 这不假 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 要不还不乱套了 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 组织规定 只要年龄 职务够标准 就可以结婚 这谁看着眼差也没有用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喜欢秀琴吗 喜欢 这不就得了吗 我当证婚人 一会儿啊 我去告诉崔神远老王 把上头小号的罐头都拿出来 加点白菜 咱们炖上一锅 今天举行婚礼 老赵 生活上的事我出了算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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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赵啊 这行吗 好 行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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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在这阶段 这次的作战是他 我们的任务是一匹的三人捉到 我们的特殊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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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 这些人都很小 司令官有点兴趣 和虎 和虎 为什么 司令官 这些人 我们的特殊部队 我们的特殊部队 在这些人 我们的特殊部队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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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我们的特殊部队 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特殊部队 要不理解 我们的特殊部队 要不理解 我们的特殊部队 快点把火 小李 把这种拿过来 班长 这种搅货的罐头要大白去的 就是改善果实啊 那是呀 在独立团八百年也顾不上这一回呀 哪一回呀 你不知道啊 在团团今晚大喜呀 大喜 来 看一下我 小李啊 热和了吗 小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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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是小李啊 大喜是小李啊 小李啊 小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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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